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是我是关注那条棚户区 然后等到过了大概两三年以后 然后我觉得这条棚户区已经没有了 然后我就觉得可以 是不是可以通过找到了这样一个人物 把这个视角带得更远一点 就是通过一个这条街的变化 来参照这个人物的一些他的命运这样 所以最后就会设计到比如说他的家庭 然后他的家庭跟这个社会的一些关系这样 那您跟着老苏回到贵州他的家里去拍 就看到了这些他家庭的状况 当时你在拍摄的时候就已经预期了 这会是影片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还是在影片剪接的时候才决定 这个也会是一个很大的部分 应该说是这个 当苏决定要回去的时候 我觉得我是不是可以 把它就是老家的这一块的 这个场景给带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回家会议比较重要 这样 好的 那这个影片在最后的时候 又回到了竟然这个老苏的儿子 又回到了24号的大街后 也开始做移工 那这个部分是导演有预期到的吗 还是就是最后怎么样决定影片会在这里结束 这个是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根据这个人物的 他的家庭的一个发展 因为其实老苏最大的一个愿望是希望他的小孩能上大学 没想到16年的时候 他小孩结果没有考上 然后去打工了 然后他想回到杭州去看他儿子 那么就刚好我就觉得可以跟他一起去看他小孩这个故事 就拍了这个镜头 好 谢谢 大家刚才如果看片 谢谢 片尾的话会看到说 这个片子其实是2014年的时候 就来台北参加Cinex主办的这个 华人纪录片天大会CCDF的这个提案 那我也是因为在那样的机缘上面 当年查提案的时候那个片花很短 但里面对于这个苏老爷子 有特别让人家印象深刻的一些画面 我到今天都能记得苏老爷子穿了一个小的短裤 然后在那个浴盆里头在杭州的街边洗澡 所以感觉到是有很大的可能性 但CCDF作为一个平台 我们其实是只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华人作品 在这个平台上能够为华人未来的这个买家 然后还有全世界的买家能看见 所以那时候就是也给志祺提供了一些 关于影片未来结构的可能性 但那时候其实有一点点早 她还一直在拍 那时候都还没有拍到她回老家 对是的 然后我是属于不断会跟导演们说 你一定要拍到人物的很多深刻的不同层面的东西 对基本上就是不断鼓励她说 你一定要去再多拍一些东西 那世上乐见其成 但事实到最后等于是潘志祺到后面的时候 我们除了偶尔会有机会讨论片子的内容 真正是到满后头的 志祺还缺一点钱要做完后制 然后才能够去送影展等等的 所以我们CNX就在那个时候 用正式的身份加入 那我也很高兴跟志祺一起在 调区也发钱不久 我们坐在那个剪辑室里面 把最后她已经抹了很多很多版的那个剪辑版本 最后我们定稿这样子 所以也是很高兴 然后也很高兴片子能够来到吉玛 跟台湾的观众见面 等于从她出发的2014年的CCDF是在台北范 然后现在2018年 然后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又能够在台湾欢迎这部片子 这个其实我觉得她作为纪录片导演来说 是她能力的一部分 或者说她是一个基本的能力 那我觉得跟就是跟你的拍摄对象交往 我还是主张就是跟在其他的QA也讲到过 就是正常吧正常交往 然后也不是因为说我们拿起摄影机 就换成了另外一种面孔跟她打交道 其实还是很生活化的跟她打交道 就是比如说设成处地的 为她考虑一些问题 包括就是说可能也会有自己的一方面 道德上的一方面介入等等 可不可以多讲一些像是您帮她请神 还有就是她把那个棚屋就是算知道 明知道已经要被拆掉还卖掉的时候 您也有一些问题问她这样子 可不可以再说一下 我说了其实就是还是很生活化 也不会因为说我拿的机器 我就不去问你这个问题 当然老叔其实他因为在我的所有的拍摄对象里头 我觉得他是比较有自己的生存手段的 包括他会在什么时候觉得你的存在对他有利 什么时候你应该离开他等等 但是我也会告诉他说 我不是来拍你的 我不是来拍一个英雄的 我是希望就是 比较全面的去展现你这样 我一开始会给他一些铺垫这样 那观众刚刚有提到的那一场 就是说可能他说在外人面前别讲 那他后来有制止你做拍摄吗 他甚至有对着摄影机骂我都有 但我觉得有时候 我后来我发现其实我关机太早了 就我不应该关机 我应该把这个也拍下来 可能放在里头 可能也会 这个片子可以解读的东西 可能会 又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 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可以做一个问题回答 就是我最近见他是在前一个月吧 因为那个秦住院了 然后就是因为中风 所以我又去带着机器去看他 然后同时也把这个片子给他看了一下 他其实看了 其实当然他看到吵架的地方 是有点不舒服的 但是我跟他说 因为我前面跟他讲过 我说这个片子不是 你不是导演 我是导演 我跟他已经强调过这个问题 所以他看完以后 他也跟我说 他说这个片子能不能拿回去给阿姨看 就我们俩就去医院看那个秦 然后就真的给秦看 然后他说 朝向那个地方 我们就拉过去吧这样 就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他现在的生活状况的话 比以前稳定一些 进了工厂 在工厂打工这样 在无锡 现在还在无锡 还是这个问题吧 可能就是 就不同的观众可能 对老叔他们这群人的生活的了解 或者是接受的程度可能会不一样 你比如说 因为我跟他可能比较熟了 他们经常会吵架 这里头甚至跟他儿子吵得更厉害 那我觉得就是可能不需要那么多放进去 我到现在我都跟路比老师在考虑 我说吵架金楼是不是太多了 都在考虑这些问题 我在就是在他那个地方拍摄的时候 我有时候最后就把机器架的呢 他们在那吵我在这边写文案 然后 但 我们其实剪的时候 丢掉很多东西 对对丢掉很多东西 选择留在里面的是真的想过的 有一些真的不能放在里面 对 这就是其实我们有讨论剪辑的时候 就是纪录片的伦理问题嘛 他虽然授权导演可以拍 可以见 对对对 但是我们还是要为他们着想 对 但是我从 我说一句就是从制片人的角度 当时我跟导演讨论比较是说 我们做一个片子既然把它成为一个可以让更多人看到的作品的时候 其实是希望来看这个作品的人也会有收获 跟看了这个片子之后有一些自己的对自己的反思吧 那里面有时候他们的这些日常的争吵 其实就是他生活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是存在的 然后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回避或是完全的粉饰太平 但是我们也要想到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 我们还是要为他们做一些着想吧 大概是我们有一个原则上的取舍 但具体的还是挺导演的 包括我去他老家之前 其实是制片上有做过这样的工作的 就是包括我会站在比较中立的立场去 所以他们不会排斥我镜头 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不是我不是站着老叔的立场去回去 而是站在这个家庭的这样一个立场 那么所以就是很自然 其实纪录片就是这样 你跟他走 就是说你时间长了 自然他很多东西就会流露出来 就是我们当时在提案的时候 在这些人物做分析的时候 其实就是我对这个家庭的了解 其实也不是 也是应该说就是很多年以后 我逐渐再理清楚了 这些人跟这个社会的一个关系 比如说叔的两个太太 其实比如说老家那个 他是非常传统型的 因为他是离不开土地的 包括他曾经跟叔说 就是说他是他爹把他请进门的 所以他死也死在这个老屋子里头 就是这是另外一种类型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女性 另外一个琴呢其实比一样 他可以跟着他在各个地方去找钱 就是结束赚钱 去跟他一起打天下 这样 我对他们的这个认识 我觉得 就是在就是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一个国家里头 其实女性在这个社会里的地位 其实应该说挺蛮复杂的 我还真回答不了你这个问题 我只能说就这两个女性的一个区别吧 他都是他们自己的命运 包括老叔也是他自己的命运 比如说老叔你看 他要带着他要带着这样一种一种关系 就哪里有钱赚他就要去哪里 最后其实他还是挺艰难的 包括就是他在他在外面这几十年里头 你会发现他去过海南去过北京去过上海去过新疆 就是哪里有机遇他就会去哪里 那Ruby作为女性要不要补充一下 我想说我这几年做的片子呢 就有点那个潜在的女性主义 但其实不是那样子的 都是这些男性导演拍来的东西当中 让我看到就是在当代社会当中 各个不同阶层不同成长背景的女性 她们在面临她们人生的各种选择跟可能性的时候 她们自己最终做出的选择 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她自己愿不愿意跟环境做出妥协吧 然后我觉得这个里面的女性 我都对她们有一种尊敬 就是我们聊过这个在剪辑的时候 因为我们会坐在那边 然后来回看 就会想说我们要呈现的她 是必须是真实的她 但是我们到底要说什么 那苏的那个老家的太太 我就跟她讲 我说这好像让我想起我的祖母 就是她嫁到这个家之后 不管这个家是繁荣还是是穷困 她其实是无怨无悔的在付出 然后你认我也好 你不认我也好 就是我会帮你照顾好你的家人 你的父母亲 然后你的孩子 那这是我作为一个女性的天职 好像这是她们有很大的传统背景的影响 但是也会有那样子 就是说我愿意抛家弃子去追寻 也许我心中的爱的女性 虽然琴她并没有那样子的教育背景 可以让她说出一套很有道理的话 但是某种意义上来讲 她的传统来自于我跟丁这个人 然后就是跟着她 虽然她也没有过名分 她也没有过任何东西 但是我还是是把她视为我的伴侣 尽管没有任何真正的名分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 当她回去老家的时候 她又好像自己又没有那么勇敢了 然后她对于自由的那个追求 又到了一个说好吧我也可以忍耐 你要我怎么样都行 我觉得看这样的片子 对于我们生活在能够谈论各种自由权利的 不光是女性 其实男性也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其实要能够对我来讲 我也不敢要求别人 就对我自己来讲 我要更多的能够去包容说 在一个不同 在一个多元的社会当中 到底我们每个应该怎么看待自己的位置 然后以及我们如何去包容其他人吧 就是是一个包容性的思考 比较没有那么多女性主义 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学术框架的思考吧 因为导演跟我在界点上有一点相同 我今天是第二次看这部影片 我在因为第一次看的时候 我没有预期到那个后面的发展 第二次看的时候 我其实观察到 我自己会觉得其实情可能才是影片的主线 虽然它是一个刚刚观众讲诗语的状态 可是事实上它是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存在 他已经讲了几句话了 我最初解说我特别想要掐乎志气 我说到底你都没有拍到他讲话吗 为什么他一句话都没有 有这样几个原因 就是因为情在生活中它不善于表达 就是在我的镜头面前 特别不善于表达 好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必须要在这边先QA告一段落 导演应该可以在外面再多留一下 大家如果有问题 或是想跟他交流的话 可以在外面再继续 那我最后一个非常小的问题就是 请问他现在还带着那个洗澡盆吗 我是就是上次去看他的时候 他在路边栽那个栋角 他现在还有一个习惯 就是就在租了一个小房子 然后在路边种了那个栋角 然后他摘完以后拿什么东西装呢 拿出来那个澡盆 然后装完以后 他把它塞到那个屋顶上去晒 这样 就我是最近一次看到他那个澡盆 把他那个澡盆的功能发生了一些变化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导演跟制片到现场 跟我们做QA掌声再次 谢谢姨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观众来到上对视频 谢谢大家